《科學生》第四節 這一節問了陳哲晃博士一個問題 如果我很勤力讀書 那我的子女會不會聰明一些呢? 是的 這個有時候你照顧小孩 你都覺得我恨得讀小孩那份 幫小孩考試 是不是? 如果我有些事情可以... 事實上是呀 香港的家長是呀 是呀 真是很吐血的 如果自己有能力去讀多些書 令到生出來小孩聰明一點 那當然是自己這代努力一點 令到不用那麼勞氣 也不是說為了下一代為何幸福你 就是起碼自己不用那麼勞氣就大去讀書而已 其實我們不停地去想一個 什麼是先天什麼是後天的問題 又這樣說 那個聰明智慧呢 我不可以說絕對是由先天父母決定的 但是其實是可以說到 如果三、四十%的原因是由父母的智慧來決定 小孩讀不讀書呢? 三、四十%的原因是不為過的 很看你怎麼去量度呢? 但是這個問題是很負爭議的 因為在傳統的所謂的生物學裡面 所謂的演化生物學裡面 是很反對就是我們在那個 就是我們這個後天那裡 是可以累積一些的特質可以傳給下一代 但是普通人是不會這麼想的 其中一個例子被人自然笑的就是為什麼長頸會長呢? 就是一開始是很短頸的 就是他伸了一條頸想吃上面的東西 伸了一隻很多代就變成長頸 但是這個是被人恥笑的 在傳統的生物學裡面 就是你可以一路去練習 去伸長頸吃高一點的東西 練練一下就之後下一代的頸就自動越來越長 其實是這樣說的 在最初來說 反而如果講一些人去講代代相傳的東西 反而是覺得這樣才是主流的 但是唯獨是有了一些演化論 甚至乎有了基因之後 大家又會覺得其實就是遺傳物質 是有什麼就有什麼 你的遺傳物質撿到哪一條丑 有些有些特性顯現和不顯現出來 那接著就決定了是怎樣的 會不會有一些東西是完全由你上一代 純粹是經驗上的 那個經驗上的意思就是 那種經驗是不會進入到你的DNA裡面的 但是依然可以通過下一代 其實如果你說講到在二十世紀尾的時候 就基本上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基因決定 那些叫做由後天雜德的經驗 是不可以透過進入基因層面來傳給下一代的 那這個似乎是一個當時主流的共識 但是又這樣說 有了一件事叫做表徵遺傳學這個學問之後 其實一直去找到一些證據就是說 那些基因遺傳特徵這件事又不是適合的 是往往還有一些很細微的一些蛛絲馬跡 是看到有一些東西是可以透過後天經驗 而來遺傳影響了下一代甚至下一代或下一代 甚至下一代或下一代都可以的 我們是觀察到這些事例 唯獨是觀察到這些事例之後 我們能否提出一種機制去觀察到 解釋到呢 其實就是一路是一個疑問 所以就說現在我們就說 沒錯 遺傳基因絕大部分就由遺傳基因層面 決定了我們後天生出 即下一代生出來會是怎樣 但是原來先天有一些經驗 你不要理會是好的經驗 是會有意無意之中 是由一個表徵遺傳學的途徑 進入到那個遺傳基因的系統 來從我們的下一代表現出來 在這一節來講 我們就想講一下其中一種 近來有人發現的機制 就是怎樣由表徵遺傳學 可以將那些後天習得的經驗 透過基因層面 傳到下一代 但是我想提一個例子 去反對這件事 但是你不要怪我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有個小孩 我們每個人都有五隻手指 絕大部分都沒有五隻手指 他生出來我斬了一隻手指 到他大了的時候 他生了另一個兒子 我就斬了一隻手指 我連斬他十代 那會不會是第十一代 或者是第十二代 那個小孩沒有一隻手指 是不會的 有人試過當然不是找人來做實驗 就用一些烏鷹來做實驗 我真是這麼殘忍 真是做過的 你就找一隻烏鷹來做 我的生命周期又短 你又不會有人 就是他的掌上太過猥瑣 你又不會同情 你的烏鷹怎麼這麼慘 試過是不行就不行 在這些例子裏面就做不到 但是就會在其他例子層面 竟然發覺是會有一些後天的東西 就可以傳到下來 那些東西是什麼呢 譬如台長可能你也聽過 原來爺爺那一代經歷了飢荒 於是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效果 就由他隔一代 他的下兩代表現出來 出來的效果可能就是 他那個暴飲暴食的傾向 或者是他的情緒上那種抑鬱的問題 竟然是會由下一代表現出來 我們一直就會看到有這樣的事例 但是那個具體的機制是怎樣呢 我們亦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現在似乎我們有越來越多的眉目 就找到這種機制背後的那種證據是在哪裏 那我們就會知道就是 其實呢 絕大部份的東西 依然是由基因的層面表現出來 但是再有一些很少很少的特徵 是可以透過超越基因層面 就由表徵為傳項 那個機制表現出來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看到這個投票是令人害怕的 因為他說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他說這個負面 我們可以找一些正面的例子 就是那個影響是可能會令你生癌症 染疫系統出問題 精神有問題 同時會疼病 是的 你聽到我就認真了 不是挺好的 這個我們沒得選擇 這個我們沒得選擇了 何況爺爺 這個要講一些表徵為傳學的東西 就憑我自己在其他以前的朋友那裏 學回來的就是說 其實基因這個資訊序列 他不是說你有多少拿回來你就表現多少出來的 就是我們很久很久之前 就是和台長你還在做神秘之爺的那個時代 你不知道還記得有一集我們說 就是有人企圖想在一隻雞裡還原一些恐龍特徵出來的 有 這個是二十一世紀初落幾公園 是的 連個題目也記得 我想回這集有快十年前的這集 差不多有 其實裏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能夠由上一代繼承下來的遺傳資訊 是非常多的 但是不是每樣東西都能表現出來的 有些東西是會隱藏了 隱性的基因 它是會經歷過一些 也未必是說隱性的基因 純粹就是那樣東西本身 因為那個基因是 我們在上個兩節 即是我們今天節目的第二節的時候 我們說的一件事 你有個基因序列 你怎樣轉錄成為你的蛋白質 就是你的具體的表現 肉身的表現 那你究竟能不能夠成功將它轉錄出來呢 中間其實有一些回介 有一些機制 應該說是有一層的開關制 譬如你有十個功能 原來我的基因裡面 我是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 原來我一直未開發出來的 原來在我基因的開關制裡面 我有一個潛在的超頻功能 是未開發出來的 理論上可以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因為基因資訊是很多的 但我實際上表現出來 是表現不了的 如果你能夠找到背後 隱藏了那堆資訊 然後去找一個對的開關制 你會有那個隱藏的超能力存在的 理論上可以是這樣的出現的 所以我們說什麼 二十一世紀諸羅紀公園 就是會不會由雞裡面 隱藏了一些原本 是恐龍燒表現出來的一些特徵 從表徵為傳學那裡 搞那個基因開關制 令到那隻雞表現一些 反祖現象的東西 其實這裡講到反祖現象 整身都是人 就是說人 那些地方會生毛狼 但是為什麼有些地方生毛 有些地方不生毛呢 但是其實是否代表著 我們身體是否有個地方 永遠沒有生毛的能力呢 譬如有些人是大腿的底部也有很多毛的 有些人是大腿多毛小腿不多毛的 但是其實每個人都有全身生毛的無的潛能 但是問題是你的基因開關制 就是開不開得著 那種反祖現象開不開得著 出來表現出來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明白那種結構就是 基因是一個資訊 而令到基因能否表現出來 是另外一套東西 那一套就叫表徵為傳的那一套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是講回這個故事 就是說其實我們自己由上一代繼承到下來 是一組的基因資訊 但是原來有一些由後天的經驗 那些這樣的資訊 是可以變成為一個進入到表徵為傳 成為了基因開關制的一部分 它令到你有一些鍵是關掉了或者開了 那就是說在純基因層面那裡 如果你有自由表達 你沒有這個問題的 沒有這個超能力的 但是因為可能在你上一代或者上兩代 他們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多了一些東西 令到多了一些表徵為傳的物質 令到那種東西成為了你拍著 或者是壓抑你身體上基因的一種開關制 於是有一些經驗 你就無意中被打著了或者被感受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事 我講出來是一個這樣的理論 但是其實是這個禮拜 我們找到一個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真真正正找到這些上一代 那些叫做表徵為傳的物質 就是說它主宰我們的基因開不開關的物質 是竟然可以由上一代的精子那裡找到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比較清楚地看到的機制就是 由我們上一代 除了只是我們先天因素的基因 由精子或者卵子傳下去之外 原來連那種基因開關制那種表徵為傳的那些東西 一樣是會在由精子那裡帶進去下一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我們有了這件事發現 我們就終於有一個確據就是看到 由上天集得的一些部分經驗的結晶 是可以進入到我們那個生殖系統那裡 讓下一代 這就是我們首次地去證實到這種表徵為傳的機制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訊息就是這裏 那是不是說 就是那個生殖系統和後天的分野不像我們上一代那樣大 其實是的 原來最後可能都是通過那個繁殖的機制去傳下去 但是那個精子裡面或者卵子裡面的攜帶資訊 完全不是由我自己身體的DNA那裡去列出來 然後就落到那個生殖因子那裡 但是原來有一小部分就是由我後天經歷過的經驗 那你可能問我那堆這樣的表徵為傳物質 那堆叫做俗稱基因開關制那堆東西 是怎樣形成怎樣出來的 那這樣就是譬如上一代經歷過飢荒 經歷過這些東西 就自不然令到它能夠身體上產生到這種物質 這種物質它不是直接進入了我們身體的基因序列 但是它是會趴碎下一代 然後是影響到下一代誰的制是打開不打開 其實這個效應是後天的 後天可以進入到我們的繁殖機制 而且傳到給下一代 我們現在就似乎看到一個比較清楚的圖像在這裡 所以在我發給你的新聞裡面 它有一張純粹是那種掩飾的圖案 它就說是怎樣找到那個表徵遺傳的物質 是進入到在那個精子和卵子結合的過程裡面 所以就是那個機制一直存在 就是有人提出這個理論 也有人間接地去印證這個機制 但是現在似乎我們有能力是真的去提得到 它是怎樣進入了我們那個生殖系統 來去PASS給下一代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將這個假設再推遠一點點 就是可能不止一代 就是我們幾十代幾百代 實際上這個先天的基因 只不過是否我們幾十代經驗的累積的表現 具體又不清楚了 按照這些東西有產生機制 可能有退場機制 這種表徵遺傳的東西 我們有時看到就是隔一代 接著再下不了第三代、第四代 可以想像到它原來有一個稀釋的過程 或者是一些退場的機制 這個就具體不清楚 或者由它一個連以效應 由我這一代受到我爺爺那一代的影響 會不會因此我又會產生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未必是會PASS到我上一代的東西 但是我會產生另外一堆東西 就是PASS了給我隔一袋 這個遊戲是怎樣呢? 可以很不同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一個 統計學上面的一個現象 叫Regression to the mean 比如說很多波幅很大的東西 但是傳的內銷其實都會回到中線那裡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你說的 那個退場機制的現象 是的 這個我其實都是純粹這樣說的 但是實際上是怎樣發生呢? 那我也完全不知道 會不會甚至乎最後就是 那個密敬天擇的過程是進入在裡面 原來我能夠保留到這些先天經驗 是會令到我更加下一代更加有競爭力 更加適者生存的 就令到這件事 原本想退場有沒有退場 到繼續去保留下去呢? 就是這樣 因為就算譬如我生的幾個下一代 有多少個拿到我多少的遺傳資訊 你都控制不了的 好 好 那我們這一節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應該是科學回憶錄 應該是 再加一隻之次良感祥工作室節目 再加一隻之次良感祥工作室節目 好